四处都是买菜民众 平日下午还没四点 人潮已经开始涌现 这里是新北热区板桥的滑江市场 也是当地人采买必去的地方 人潮群聚 区公所人员也每天进入市场宣导 大家要戴好口罩 机场人员也严查摊商 叮咛要做好食户的防护 摊商也赶快用保鲜膜盖住确保卫生 但就算这样还是要让外界质疑 人满为患的市场可能会成为疫情温床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隔空喊话 防疫记者会上判民众不要天天来 但市民们愿意吗 就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天 所以你也不会天天出来 不会不会 没什么影响 反正现在基本上平常就是 每次都关在家里面 对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不会出来 就出来买菜而已 但换到板桥的另一头市场 有民众不买单 只是民众高喊不变的背后 换来的恐怕就是延长和扩大的防疫热区 确诊者的个案的分布图 来把高风险的热点地区把它筛检出来 根据新北市资料 板桥北区14个里 中和圆山13个里 还有三重东区 新庄南区 跟土城土城区等多个里 都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市府严格控管 也得靠民众自律 才能有效防堵疫情 TVB圈花售美林强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